我靠 还价一万二 你怎么不去想啊大哥 三月二十七号上价 我去兄弟们 三天卖了 老王取号一百零九普陀 全身十段动物套 上价三天被低价秒走 取出一百零九 修炼全满 也就是女王 自欺放光芒 莫冠八倍在不在 给你参考一个一百零九级取号啊 你就按照这种来就行了 人修加宠修两千七 辅助技能强壮和神速 以前给一千二 生日快乐的话 其实一千二呢有点高啊 也先给个一千二吧 普陀山门派也不错 原始种族啊 没转过就是先 我靠一百零九级全都带 全号 大矿杀 八百八十八买的 现在加五百 行囊不加 锦衣 宇先生哥不加 小永轩啊 有染色给五百 锦衣没啥加的啊 神器呢也是混搭不加 金色ID呢没有 施法特效呢没有啊 看一下这号多少钱买的 十段的化魂套 哎呦我去 这顾商的要求也太高了 兄弟们啊 顾商打十段宝石啊 十段宝石太阳石化魂 一千差不多 腰带十段化魂光芒石 一千有点高 七百差不多啊 鞋子十段化石 十段化魂的一千三 黑宝石柜 项链的话 二百零八加十 二百二十高零的化魂 哎呦我去 这个号啊 兄弟们怎么说啊 零力也挺高 二百二十零力真的挺高了 一副的话是一百二十八国标 单二十二米 熔炼是一把拉锡啊 然后 也是一个一千二十三 差不多啊 防御有点低 而且没有熔炼 武器的话是四百五十三 减去八十 四百五十三 减八十 三百七十三出伤啊 十段宝石 大概也能卖上一个 九百啊 全身的装备 没有瑕疵 全部十段固伤 作为一个固伤 所有武器全带套 然后呢 宝石全打到十段 属性是真的很拉满 顾商有点 咋说呢 我觉得也太强了 这个大部 差不多是一千啊 就差不多一千 两千了 这个差不多呢 卖上五百 两千五了 两千五再加上五百 三千啊 装备零食没有瑕疵 双顾商气血防御加亢风 要是带法房就更好了 须迷化文一只 幽莹娃娃一只 两只宝宝五千五行不行 带宝装啊 哎呀 这个号全是干货 全是骨头和肌肉 一点脂肪都没有 你挑出来这个号的硬伤 两万零二百二十 全身装备都是十段 兄弟们这个号打多少折 五千加空号这一万是肯定的 装备加零食 装备都是十段宝石 咱们打一个九折 差不多了 一万八千一百八十 三月二十七号上家 我去兄弟们三天卖了 我靠 还价一万二 你他妈怎么不去想啊 大哥 梦幻西游排名第一的服务器 比较主流的一个等级 一百零九 全红宝宝 公主罚首 全身装备十段 满强身 满强撞 满身都带鲨鱼 六段零食 四级是不可当 你他妈出价一万二 给的太少了 一万三 开始出价到一万四了 一万五 这个号当天就有很多还价 平均每个小时五六个还价 看到最高的价格来到了一万 一万六 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八 一万五千八百八 已经定金还价了 一万五千五百六六 后面继续还价的话 是一万五千六百九十 一万五千五 这几个还价有一个卖的 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九卖的 减去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九 差距的价格两千六百一一 除以一万五千五百六十九 这个号的话比我预估的便宜了百分之十一 差价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五十允许的 也就是比我预估的便宜了 百分之十 去那边哪家装备顾高了 没顾高只是掉价了 但是你想想一万 这个号如果是一万五千块钱买的 一万五千块钱买的 它空号四千多是不是一定值的 咱们一万五 空号四千五是不是一定值的 四千五的空号没有一亿吧 气胸满满强身满强壮 然后普陀山带鲨鱼 四千五没问题吧 对不对 那减去一万五千五 一万一 它宝宝是不是五千肯定没问题 那其他的全部装备都十段 加六级行为时的双骨商 它只卖了六千 是不是太低了 反正这号也是 这号好像一天就卖了 哈喽小王 我是老王